弟兄姊妹 心靈增補今天的主題是 《最大的戒命不是難守的》 第一部分 《馬可呼音》第十二章 二十八至三十四節 主講出 最大的戒命就是盡一切去愛神 其次就是愛人如己 神既然這樣命令我們 第一 神一定是先盡了自己去愛我們 第二 這個命令我們一定做得到 第三 神都會幫助我們走出祂的命令 所以 這個《最大的戒命》 並不是很多人所認為是太高 太難 或者只是理想 我們不是盡自己所無的 而是盡自己所有的去愛神 其實聽祂說 就是走出這個命令 就是走出這個命令 耶穌回答說 第一要緊的 就是說 以色列亞 你要聽 主我們神是獨一的主 我們要盡心 盡心 盡力 盡力 愛主 你的神 其次 就要說 要愛人如己 再沒有 比這兩條 革命更大 革命更大 革命 譬如不要殺人 如果你愛人 怎會殺人 所以 愛是成全律法 各種的命令 使你有智慧去活出愛 更仔細的 很清楚 那文師對耶穌說 夫子說 神是一位 實在不錯 除了他以外 再沒有 別的神 變得盡心 盡知 盡力 愛他 又愛人如己 就被一切繁製 各樣制製好得多 當然這個是 要不就只有外面 耶穌見他回答的 有智慧 就對他說 你來神的國 不遠了 都很寶貴有這個命令 他說你要盡心 盡性 包括盡力 實在是包括了全外人靈體 但是他也說了 盡意 特別是心思方面 我覺得很好 有這個 因為這個是 太重要 心思 就是信妄 兩者也 因為對神 你也要想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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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忘記他 沒有下文 你就太慘了 萬有都是本於他 他才是一切的源頭 我們都是最深 出於他最美麗的深 他尋找了我們 開了眼睛 這是最後的時候 趕快回去 只要你我都會 在香港 在全地 但是無數人 認識他 回到他心意裡面 他叫我盡心 盡性 盡意盡力 愛他 他叫我們 他先盡 一定是 因為沒有人先給他 由他上環 他也盡回他自己 一定超過我 你希望我做 行狗不便 神盡他一個愛 愛我們當然厲害 都沒有形容 所以都是耶華的裂言 他叫你這樣 他叫你這樣 他先盡 先 沒有這個樣子 我先盡了 我盡了 他又不盡 這樣就變成了 你先給他 你先給他 先 給他盡心 我們不懂得求 也不會求 也不敢求 愛好寶貴 他才盡 所以他一定是最愛你的 他才盡 然後他才叫你盡 愛他 什麼時候都會 他才把自己給我 以他的愛 讓我給他 阿堂呢 所以命令很好 做了很多命令 因為神命令你 他會幫你做到 他沒有來叫你做不到 這個很麻煩 因為一直 上全世界 很多基礎徒 覺得 沒有可能做到 這個界面太高 做不到 這個是完全錯誤的 當然你靠自己做不到 但我們不是靠自己活著的 這是一個錯誤觀念 所以很麻煩 所以很多時候叫做神學 但是根本就是錯 很多都錯 都很厲害 為甚麼影響了 這次搞出的事情 覺得做這個事情 是很難的 完全不可能的 如果這樣就好像 神是暴君 硬要做 你是絕對做不到的 做不到就犯罪了 但一介命你做不到 你就犯罪了 那你繼續做不到 你繼續犯罪 那你繼續犯罪 那有個基礎徒 經常說認罪 那你應該不停認罪 你不停做不到 但認罪又會繼續這樣做 就沒有悔改 那你已經好笑 那你 這是一個錯誤觀念 把那些東西放大了 他把我們說到 就好像高到 是高的 但這件事 不是他那種錯誤的高 GE 而在《聖經》 知道他的意思,就已經走光了。盡力愛他,你也要睡覺,那時候你覺得,哇,要磨到盡了,整個人都瘋了,是不是這樣叫盡呢? 主都說,我給你安息,有晚上有早晨,安然睡覺,有時候說到你的人好像全能一樣,變成不是一個真正的人,就是要求高度。 人對人的要求都太高,就是不合理的地步,那時候就到了。你看看樣一書,那你更加明白一點。